总统先生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很高兴 应马克龙总统 邀请 在中法建交 六十周年之际 再次对法国 进行国事访问 前两次的访问 记忆忧心 历历在目 所以我在此之前 一直期待着 第三次的访问 刚才我同马克龙总统 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 我们一直认为 中法关系 具有珍贵历史 独特价值 和重要使命 双方要传承好 历史的接力棒 弘扬中法建交精神 并为其赋予新的 时代内涵 开启中法关系 下一个六十年的 新征程 我们决定做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巩固双边关系 战略稳定 我欢迎马克龙总统 再度访华 中法 中法双方 重申 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将用好两国多层次 多维度交流渠道 及时沟通和协调 高政策立场 二是挖掘互利合作 广阔潜力 双方将促进双边贸易 向上平衡 扩大农石 金融等领域合作 推进航空航天 民用核能等领域 联合研发和创新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拓展绿色能源 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 第三方市场等 新性领域合作 中方已经实现 制造业准入全面放开 将加快开放 电力 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 我们鼓励 我们鼓励扩大 双向投资 致力为对方 国家企业 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资议 资访期间 双方签署了18项 部门间合作协议 涵盖 中小企业合作 等领域 三十加快人文交流 双向奔赴 以中华文化旅游年为契机 推进 推进 教育 体育 影视 青年 地方 等合作 中国 中国支持 法国办好 巴黎奥运会 欢迎更多 法国朋友 复华 决定将对 法国等 十二国公民 短期来华的 免签政策 延长至 2025年 年底 支持增开 上海至 马赛 直接航线 一百五十年前 法国人士参与建设的 中国福建 传政学堂 上世纪初的 富华勤工俭学运动 都是两国教育交流史上的佳话 我们欢迎法国担任 今年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主兵国 推动 未来三年 法国来华留学生 突破 一万人 欧洲青少年来华交流规模 翻一番 四十凝聚 全球合作 更大共识 双方将生化 在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合作 加强在人工智能 全球治理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等领域对话 中方支持法方办好 2025年 联合国海洋大会 鼓励两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接队 女士们先生们 当今世界 很不太平 作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负责任大国 中国愿同法方一道 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 倡议运动会期间 全球停火指战 关于八亿冲突 这场悲剧 延宕至今 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 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 必须有所作为 我们呼吁推动 加沙 立即实现 全面 可持续停火 支持巴黎奥运会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 正式会员国 支持恢复 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力 从其两国方案 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关于乌克兰危机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 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参与方 但我们没有个案关火 而是一直在为实现和平 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政府 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已经开启第三轮穿梭斡旋 同时 我们反对利用 乌克兰危机 甩锅抹黑第三国 煽动新冷战 历史反复证明 任何冲突 最终只能通过谈判解决 我们呼吁各方 从起接触对话 逐步积累互信 支持事实召开 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 公平讨论 所有和平方案的 国际合会 支持构建 均衡有效 可持续的 欧洲安全框架 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 经过75年的 艰苦卓绝的奋斗 中国的国家面貌 和人民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有一点 从未改变 那就是我们 和平良善的本性 博大包容的胸襟 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它根治于 五千多年的 中华文明 生长于 中国人民的 灵魂深处 中国愿筒 包括法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一道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发展 友好合作关系 携手前行 共担风雨 共创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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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生。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株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每日克菲爾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